新年快樂~~ 我要多過一年了~~ 我還活著啊 我們要開始公開公司 公司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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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這一期的老司推車 來到現場是2019年的 Toyota CH-R 它這個車是我第一次買 第一次買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 它太醜又太貴 上下字卡好不好 雖然現在沒有導站可以按了 可是這媽的 不要不要 最近有一個人一直在尿我說髒話 有嗎 有啊一直在那邊留言說 這說髒話也沒隔掉 不是這樣才親民好不好 接地氣好不好 你不說髒話 但是你都在做髒髒的事情 有屁用 好啦是不是 我們要介紹車 好來 因為我覺得它長得不好看 真的這個車不得我的緣 又加上它太貴了 但我會覺得說我如果要買這個車 我不如買HRV 這是我最直接的想法 但是事實上它也是有一群 喜歡它的車主 一定有的 每一個人都有愛它的人 除了阿達以外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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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介紹一下 看一下它車頭好不好 它這個就整個做得很像那個 機器人你知道嗎 當初好像是土耳其的 Toyota廠做的 我看到這邊有三個 這是什麼 方向燈對不對 我也不知道 研究一下 方向燈是長的那一條 方向燈是長的 那小燈 小燈是那三顆 那三顆是小燈 然後大燈是那個魚眼 大顆的 方向燈這麼大條 燈眉這一條是不是 對啊 整條都是方向燈 整個亮嗎 還是序列的 全亮 它這個水箱護照造型 就跟它當時這個 RAV啊 或者是 Artist啊 Yaris啊 都好像都是類似這樣的水箱護照 這卡洞是柯P用的 不是原來的喔 不過它當初可以加選一個 黑車頂吧 一萬塊有黑車頂 這還沒選 那講一下喔 我們現場這台是豪華版 929的啦 大概比這個 849經典款的多了 比如說電動的後視鏡啊 隔熱窗啊 美妖石啟動啊 倒車影像啊 空氣清淨機啊 定速 皮椅 電動腰靠 加熱座椅 LED的頭燈 還有頭燈的水平調整 那103.9萬的呢 再高一等級 就是它有四輪驅動 還有前雷達 會多前雷達 這台就沒有前雷達了 然後還有一個是 它有3D的衛星導航系統 這就是頂級的差異性 好不好 最多級的連電子後視鏡都沒有 然後它這裡做了一個很小片的玻璃 整個視覺上面看起來就很奇怪 然後這個門把 哇 這真的 很不就手的一個設計 第一個 小朋友應該開不到對不對 然後這個我真的不知道該是 右手 還是 左手去開 整個就是 不順手 你知道嗎 就是要舉高 所以我覺得這個 側面的玻璃的比例 讓我看起來就覺得 很奇怪啊 然後再加上它這個 這個防刮材質有沒有 很粗啊 看起來就很怪 視覺上 比例上面 我自己覺得很奇怪 好啊這玻璃小小塊的 方方正正的 對後座很不友善 啊有妖虛喔 你看 前面是我的乘車的座位有沒有 你看到後面 有夠小 然後你看這皮椅的這個縫 這有像 客人家的皮 有沒有 整個那個做工 就是這個 很粗糙啦 欸這百萬車呢 百萬名車 有沒有最常聽到這句話 所以我們百萬以上 就會覺得說 欸它應該是要有一個 Level存在的 可是你給我那個 皮椅的那種車縫 我就覺得雖然你是一個 工廠固定的SOP 做出來 可是那個真的會有廉價感 因為為什麼我會特別講 計程車 以前的那個計程車 他們都是去外面 用那種便宜的皮椅套啊 便宜的皮椅啊 因為他們常換在消耗皮 所以那個車起來就會像這樣 旁邊 客人不漂亮 前面是我的這個 駕駛的坐姿 那有配電動椅 還有這個腰靠 然後這個也很神奇喔 你看這個 這很像什麼 三宅一生 三宅一生有出一個包包 你知道嗎 一格一格一格 三角形三角形三角形 整個包包都三角形 然後這個材質摸起來 有點像橡膠的 它是軟的 對 它是軟的 然後摸起來像是那個橡皮 你自己要摸 摸起來像橡皮啊 然後 對不對 好看一下 這螢幕蠻小的喔 你看 可愛 厲害 一樣大 一樣吧 一樣吧 有沒有 這個如果這個老人家 老花眼這個字很太小 可能字體要調大 我覺得它有很努力的 想要做出一點不一樣的東西 可是就是會很稠啊 你看 比如說這個東西 它很努力想要做一些 其他人沒有做出來的東西 可是就是怪怪 還有一個地方 這個實際看的話 它喇叭蓋也做 故意做窟窟窟窟窟的 你有沒有發現 它不是平面的喔 就是 它想要做出一些特別的改變 可是呢 又讓你覺得好像 還是照平常這樣表現會比較好一點 我知道 我知道怎麼比喻的 你今天你交一個女生 你要跟她出去約會 那她很重視 跟你出去的第一次約會 她平常這樣清湯掛面 素素的 我們已經覺得不錯 才會約她出來 所以她這個 第一次約會 她就開始認真的努力的化妝 這樣大半就出來 阿呆一看到 欸那我好像如花咧 鼻影有沒有 弄到像馬來摩一樣有沒有 眉毛喔 我知道啊 去看那個 M3那部片的古瓜就知道了 古瓜的由來那部嘛 就是這個感覺 它很重視第一次的拍攝 所以它特地有沒有 發了眉毛 結果弄一個 反效果 對吧 好就這樣 觀眾了解去看M3那個就了解 然後這邊有一個浮起來 融起來的齁 這個應該是假的 軟塑膠的 方向盤還不錯喔 方向盤的盤徑是小的 下面看起來有點像平板 可是好像微平板 握感是還不錯 雖然對我來說有點偏襲 可是我覺得已經算不錯了 這算是安全牌了 然後萬年不變的 Toyota的定速系統在這裡 欸它是半數域對不對 對半數域 50以上 我要嫌它嗎 看人家都說我硬嫌 討厭 你看其實它這個 很鬆 你看這個 超鬆的 會左右 好啦算了 都是一些很輕的 感覺很廉價的塑膠 然後它的座椅是有打洞的透氣通風 黑天篷 你看它的這個車真的很矯情 你看 平平的不做有沒有 連上面也有 對啊 它就是要特意獨行啊 你看連這個它都做得很低機的角度 有沒有 它這個材質都是很便宜的塑膠 很輕的很輕的扣膠 它為什麼要把錢花在這些地方 它一個東西生產出來就好 不用再去壓它 它這個還特地花時間去壓 時間就是金錢嘛 所以這違背TOYOTA原本造車的理念 它有七個安全氣囊 包含西部 駕駛座的西部 後座我要坐一下 剛剛坐在後座真的很小 然後這個 開度跟開口的門也很小片 唉唷 來喔 好啦就是可以載人 你看它連頭枕的形狀都故意做三角形 它是不是有點想要用這種三角形跟菱形的這種構造 穿插在它整台車上 坐姿蠻挺的 後面蠻矮的 不夠還夠啦 一個圈頭 有沒有 看後車巷走 喔這裡有個背架還蠻可愛的 它坐在這個高的地方 門把上我覺得這個就是還蠻方便的 你看這裡也有 媽的它花那麼多時間坐那麼多車衝三小 我覺得坐這邊的人應該會覺得很吵 因為它就在輪子旁邊你有沒有發現 而且它這個 雖然它這裡高度是夠 可是它的開度你看喔 我沒辦法出來喔 你要彎一下 我要很彎喔 而且門關起來我看 看人家我頭轉過來只看到一個吸柱啦 我看不到你 我只看到這個啊 看好恐怖喔 這真的很小欸 不過它可以放到最下面 因為它玻璃很小便 所以它可以放到頂 可是真的 你要說這個啊 我知道他們怎麼講 他們一定會講說很有隱蔽性 這個保護後座層色有沒有 你會有安全感 我覺得這樣會有那個嗎 優避空間空虛症 蓋了 給你一個那個小小的 欸這塊玻璃喔 好小喔 這車應該初次做到的人也覺得很奇怪 好對 最醜的地方 我最討厭就是這個 你們自己看了 我覺得怪了 你們自己看了我不會講 它就用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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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多的那個層次了你知道嗎 然後你就覺得 這個很像機器人啦 就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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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拼 好打開 不過它的 媽的後座那麼不友善 然後後面空間還算不錯喔 以這個size來講的話 這裏做三兩層 真的很無聊 為什麼要把時間花在這裡 下面就一個 Polyron千斤頂 它是補胎技能 對它旁邊是一個那個打氣吸 一樣六四分離 一樣便宜的板子 你看 有沒有 夠鬆吧 不過它帶住還蠻安靜的 這引擎應該很小顆 我看一下好了 其實蠻大顆的 四缸引擎 它沒有那個蓋子喔 沒有 我第一次買 我現在看是沒有 應該是沒有吧 不過這引擎原本它運轉的聲音就不大了 我一直聽得到那個金屬一樣 叭叭叭叭叭叭叭 小小聲的 就算我是把引擎試翻開聽 也蠻小聲 而且現在引擎在關起來 其實引擎算是很安靜的一個設置 只能聽到車底有一些反射出來的聲音而已 很小聲好不好 欸看完了 試車了我不知道要講什麼 啊因為我這樣幹嘛出發 開看看看我有什麼不一樣的感覺好不好 出發出發出發 好是我們直接上路了 我對這個車數據一無所知 呵呵呵呵 我應該算是第一次開這個車子 我真的第一次買這個車 因為我很不喜歡這個車 呵呵呵呵 它那個屁股有沒有 就很像媽的黃明志 戴著一個很奇怪的墨鏡在看著你 呵呵呵 有沒有 我跟你講喔 頭右大的車系有兩台車 對我來說喔 這很主觀好不好 特別的醜 一台就這個 還有一台就是那個Purus 有一台Purus的屁股 很像猩猩這樣有沒有 剛才你知道我真的覺得 這兩台車應該搞不好同一個人設計的 這兩個都是一個很座座的人車耶 就是剛剛坐的不知道創算很小啦 反正就是 對 你喜歡就好 呵呵呵呵呵 好反正就這樣 好我先看一下 啊幹 這車太軟了 呵呵呵 你過坑洞的時候 雖然它是想要抑制 可是你 它開起來還是有那個頭右大感 就是 你過坑洞的時候 你會覺得 你的那個車底在咻 你知道嗎 會有那種油衣感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 我馬上就 感覺出來嗎 因為我剛剛 在我們要出來試這台車之前 我在開Yaris Yaris更明顯 新款的Yaris 2020年的 我們店裡那一台 它就是過了一些 這個道路的 冷孔蓋啊 維修孔啊 你會覺得 你身體是穩的沒錯喔 那你覺得你的底盤這樣 在左右修 你知道嗎 我剛開出來 從公司轉出來的第一個 想法是 欸還不錯喔 好像滿紮實 它車底剛性是好的 可是我覺得它的底盤的 用料有點 可能過軟 所以你會覺得有一種 左右在修的感覺 而且在低速的時候 就很明顯了 那更 黃潤在高速的時候 看公司隔音不錯 那輪噪聲也是 挺大的 沒有我這個是在網路上看 那個很多的人分享喔 他說這個 風切聲啊 什麼隔音做的 蠻好的 可是我 我覺得還好 輪噪聲也是挺大的 而且我們這一台車 2019年的嘛 它跑4000多公里而已 這應該車況是 非常好的一台車 不過我覺得這台車的優勢是 是那個啦 1197CC啦 1200 對這個是1200以內的穗金 現在其實你要買到1200以內的穗金 這個車是少 所以Swift賣得不錯 還有什麼 還有韓國車號 當作它不存在 那就是沒有了 呵呵呵呵呵 不過油門加速還 反應還算不錯 我現在70公里在加速 我覺得它反應還好 我覺得 等一下可以去看一下 唉唷 這行 這鍋彎超軟耶 有點可怕 很軟耶 怎麼這樣 這個車我怎麼說服人家買 呵呵呵呵 而且很貴耶 對啊超貴的 八十幾萬到將近百萬 是不是 有破百的 有破百是不是 四輪傳動破百 對 好笑啊 通常我們看到這邊要用女生來比喻這台車的 哈哈哈哈 不要不要先不要先不要 不過油門真的是滿 踩起來很舒服 它這個油門 我覺得這個可以 可以稱讚它一下 它油門讓你踩起來就是 是有阻力的喔 不是空空的 然後會有一種 非常的 Smooth的那種感覺 我是說那個 腳的回饋感受 是舒服的 賣便宜一點就好了 賣便宜一點 應該會打發一堆可惜的 會像船一樣晃耶 上下晃耶 上下起伏耶 是有感的 對 它那種起伏的感覺 就像女生躺著有沒有 然後 那種波浪感 哈哈哈哈哈哈 通常 換到最後一個姿勢 就是要換到什麼 可疲船教師 哈哈哈哈 然後就開始 有那種 漁波蕩漾感 有沒有 我還是講女生的 哈哈哈哈 怎麼會這樣 這個隧道總是容易引人遐想 因為我們在高速道路上嘛 高速道路台的路面品質 相對平面是好的 可是還是會有一些 這種高低的起伏嘛 所以它遇到這種高低起伏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車子是 漁波蕩漾感的 很細微很細微 它都會造成它 這樣子一直在晃 喔 有沒有踩身 CVT感有 不過我知道它隔音好 是在擋火牆這邊啦 因為你看它這邊距離擋火牆 其實滿遠的 把中後台做得比較深喔 所以其實你坐在這邊開車 我覺得引擎是遠的啦 然後再加上說它可能 擋火牆的噪音抑制也做得不錯 所以引擎的隔音的確是OK的 但輪噪聲我覺得 跟風先生我覺得還滿普通的 這個車應該滿多人在改避震的齁 我覺得 很誇張欸 它連過一些人孔蓋 連左右的晃都有欸 這個給它取個名字叫做 軟腳下 幹會不會被怕 哈哈哈哈 真的很軟啊 喔 帶速很安靜 方向盤完全不會感受到抖欸 這個就真的做得不錯 它現在有800轉 可是我覺得好像帶速熄火的感覺 帶速的運轉品質是好的喔 在車內的感受啊 有安靜喔 真的有喔 但車底不好啊 車底的狀況要問誰你知道嗎 問誰 阿杜啊 我躲在車底 手握著機器 哈哈哈 想要給你 生日的驚醒 為什麼要在車底 手握機器 哈哈哈 車底的狀況問阿杜就知道了 哈哈哈 我記得116P吧 18.9公斤米的扭力 前輪驅動 CVT7速手自白前曼花城 後雙A背 軸距蠻長的 2640其實算蠻長的 媽媽為什麼空間那麼小 然後把那軸距都走去哪裡 哈哈哈 它有Sport之類的 好像沒看到對不對 只有手自排而已 對啊 因為Toyota一般好像不太會做什麼Sport的按鈕 好 開山路了 期待 期待它能夠多軟 好 欸 吹油門 喔 欸 所以其實我們不能怪Fit 你看這種排量的車 一開到爬坡就是 一定就是要慘叫 不過我覺得這台車的渦輪質質 調整得很好 就是不太會讓你有那個渦輪質質感 可能因為渦輪小顆吧 我猜 因為它在換檔銜接的時候 二檔換三檔 三檔換四檔 你不太會覺得說 喔好像會有一個 一波那種 沒有力道的時間 讓你感受很明顯說 啊幹那我怎麼 怎麼 還沒起風那種感覺 不會 然後這個椅子的包覆性 不是很好 然後它的材質做得很滑 你知道嗎 你看我身體一直在傾斜 浮誇 沒有沒有那麼誇張 但是沒有包覆性 所以這裡有一個技巧 你知道嗎 腳有沒有要卡著門板 你知道嗎 要撐著 那對抗距離 好 好來喔 下波道 邱鳴山的下波道 唉唷 夭死於我 我覺得我在滑咧 怎麼捏 喔喔喔喔喔喔喔 幹那是很燙耶 啊啊啊啊啊啊 幹那外面車嗎 啊 極限了 我覺得極限了 還沒極限啦 但是幹那很可怕 因為我們試那麼多車 我們都一樣用速度 因為我們沒有同各個技術 所以其實我們一定速度 比他們慢啊 桿子比他們小啊 但是當我用一樣的速度 在試每一台車的時候 我就會感受到其中的差異 你看像這個小小的碗 這算是一個高速碗 喔 尤其是媽又過坑洞有沒有 喔唷 有沒有 我們在彎中過人孔蓋 喔幹那個真的 很可怕耶 欸欸欸 我覺得這個是到 阿姆奈的感覺耶 會自己會覺得很危險 阿姆奈就是我 危險啊 追阿布還不學日文 我不知道 因為他的歌就叫阿姆奈 阿姆奈 危險啊 不要只會知道黑記好不好 只會知道這些媽有的沒的 喔唷 我看那我就要飛出去了 老四耶 怎麼這樣 好頂喔 Ridicul 真的 Happikul 你有聽到 是這個貓甩甩甩的聲音的嗎 你有沒有聽到嗎 再快一點點輪胎的聲音會出來 這個車危險喔 這個原廠的三道不要開太快 這一公升平均油耗15公里也不算省油 以它的排量來說 本來以為它應該要更省油 這台車到底是要賣怎樣的 賣給喜歡三角形菱形的 還蠻神奇的 這車在台灣賣的好嗎 我路上看都蠻多的 當初是不是折價很多 這個沒有折價很多真的會想買 好了我不知道可能會有車出很多 可能會被人家傻 最近這個延上時間 YouTube延上很多 現在不要買Tolota 現在買冰式你就不要 來手指牌試一下 M2 二檔 其實這個應該可以二檔跑完 三檔 這一檔 很恐怖耶 這會暈車吧 這一定暈的啊 而且媽的 開的人也覺得很可罵 這個時候就會有人說 這小車幹嘛又沒有阿標車喔 我是幫大家試一下這個底盤 因為這跟標不標是沒關係嘛 每台上來都是用一樣的速度試一下 就知道說底盤表現如何 這台車是讓我覺得不敢開太快 尤其在彎中又讓你遇到一些坑洞 你真的是會覺得如履薄冰 非常的滑 很像穿著流冰鞋一樣 一直在晃真的很軟 側頸很嚴重 然後會給你非常的一個不確定感 然後非常的沒有信心 那身為一個買菜車 當然它絕對是符合Tolota的基本的需求嘛 你如果真的是一個比較想正常 不管在空間上面使用上面比較正常使用 我相信大多數的人還是會去選擇 FIT或是HRV那一類的車型 可能在空間上面會運用的比較靈活一點 它可能把它設計得有點像縮小版的轎跑車 類似那種感覺 就是主要還是因應在兩個人的成員會比較好一點 你如果是那種家庭成員 買這個車我覺得就真的不是很划算 可是一台小車又要花到你八十幾萬九十萬 好像又嫌貴了 那因為到這個價錢 你有很多其他的車可以選 甚至包含你已經可以買到一些Polo 對不對 Skelda對不對 甚至馬三不要買太高配的也買得到了 其實八九十萬人買到的車其實蠻多 所以怎麼想我都覺得這車真的會賣得好嗎 我自己猜測啦我不知道 反正熱心的觀眾朋友們 會在底下留言大家跟我們分享 我很喜歡這個下面這個正正反反的這種 大家的這種意見跟分享 有蠢的啦 有智商偏低的啦 也有這個非常有建樹的啦 我都沒有講哪一個留言這樣OK吧 可以吧 這有多樣化嘛 什麼樣的留言都有嘛 對不對 我只是想要趁機嘴那些 各式各樣的人在下面留言都非常棒好不好 我們都虛心的接受 我覺得如果有機會可以來開闢一個節目 專門來回答那底下留言 一定會很好笑 呵呵呵呵呵 像那個鄉民大藍教一樣有沒有 這個車你真的順順的看 其實Toyota車序的車都有這樣子的一個魔力 你在邊聊天的情況之下 其實你真的是一台很不希望投腦的車 就算我今天一直說它長得很鼻季 也長得很鼻掉對不對 可是當你開起來以後啊 無論在這個過彎啊 或者是你在轉動方向盤啊 油門在踩 煞車在踩 基本上都是會讓你入手很快 你不需要去驅救它的任何的東西 所有的東西都是救手方便的 包括這個方向燈的撥桿啊 或者是雨刷的撥桿的位置啊 方向盤的按鍵控制 甚至它的視野啊 只要你坐上這個車 你很快就可以上手 所以為什麼你有發現很多租車公司 在給人家租車都是Toyota車 因為租車一定很多是你第一次開到嘛 很容易上手啊 當然除了這個原因之外 其實最主要原因還是妥善綠的問題 要不然路上不會那麼多Toyota車 你他媽有停在這邊 但你拍前面 你拍我的右邊 全部都是Toyota車 我前面也是 右邊這邊有兩台 前面這台也是 我左邊這台也是 所以它 這個車真的它是有你沒有辦法 拒絕它的理由在 它是很會做這種都會評價的小車 可是這台車不評價啊 這個就是升級版的Yaris 可是Yaris裡面的空間 搞不好我覺得沒有比它小喔 Yaris比較大吧 對喔 Yaris我覺得好像比較大喔 對不對 你說它升級版的Yaris 我說的是在用料跟引擎上面 有升級版而已 剛好路況允許 也加速 加速有虛 它是7速的手自排模擬的CVT版 然後上高速 我不敢扭它 很可怕 它這個底盤就沒有讓我 像我第一次開到 Yaris的TNGA的那一種 覺得很紮實的感覺 我覺得可能車身高低 跟那個避震器的設計 有關係 Yaris的那個TNGA 我第一次開它那個底盤的時候 確實有讓我驚豔到 說這不再是以前的Toyota了 那種感覺 但是這一台車 它也是TNGA 但是讓我開起來 開始回想起以前的Toyota的感覺 我以為現在的車Toyota感覺應該會越來越淡 可是這台車開了以後我發現沒有 這台車Toyota感覺是非常的重 好啦2019年的CH-R 這個市場如果在2022年 今天2022年了 應該預計車商收購價格會在65到70萬之間 那如果賣出來應該會多一成左右的利潤 那這個開價沒有一定的 那說為什麼賺那麼多賺得超過一成 賺得兩成賺得三成 那個都沒有關係 車商的開價很簡單 我想要賣得快一點 我就怎樣 利潤抓低一點 那我覺得最近這個車市場在缺車 我覺得這台車我賣掉以後呢 下一台不知道多久才會再出現 那我當然我就想說 那我願意承擔這個時間 銷售期延長的這個風險 我就會把利潤層數再往上抓高 那當然我背負了什麼風險 如果賣不掉我就刷賽 有沒有可能因為我開太高 所以車子賣不掉 有可能 所以這是一個定價策略跟風險的問題 沒有一定的答案 有人說2小時賺好多賺好多 真的歡迎各位有智能士 加入車行的大家族 你要開一間車行我可以來諮詢 好不好 我可以教你怎麼開車行 我覺得真的各行各業 都有它不一樣的辛苦的地方 不然你都有開車行就好 你做了以後你就知道難處在哪裡 但是這台車我們買進來 沒多久就被我們會計部的妹妹買走了 他說他很喜歡這個車 果然這個眼光是不一樣的 我還是有喜歡他的人 對不對 我講的沒有錯 所以我剛剛講的這些 覺得他不好的地方 請車主多多見諒 這是我個人的觀感的感覺 並不代表說大家的眼光 好不好 喜歡影片記得訂閱留言開啟小鈴鐺 拜拜 新年快樂 謝謝 我記得以前有一系列的猴子的笑話 就有一隻猴子被帶上飛機的笑話 那個猴子聽得懂人話 但是因為他不會講話 他只能用筆的 他說剛上飛機的時候 他就說你在幹嘛 他在吃東西 這樣有沒有 然後說那這個空姐在幹嘛 他就頂 推車 餐車 機長在幹嘛 開飛機 後來就醉機了 只有猴子是唯一生還的 沒辦法 只好來訪問那隻猴子 說到底事情的經過是怎麼樣 他說請問醉機的時候 空姐在幹嘛 吃東西 機長在幹嘛 推東西 然後你在幹嘛 開飛機 你沒有聽過這個 我沒有聽過 這好久了 我講錯了都不好意思 這非常有年代好不好 我跟你講 繼上次123 我勃起的那個以後 我又收到了網友的訊息 又有一個網友說 他跟一個女生出去 然後也是一樣 第一次約會真的很尷尬 他也不敢講那個笑話 後來他就講了另外一個笑話給他聽 他就講那個講夫人的笑話給他聽 他說女生就笑了 然後後來氣氛就很濃洽 他說看小獅是真的可以長知識 可以幫助你把妹的 真的 我已經不只一次接到這種訊息了 好不好 我們的影片真的除了 夫妻之間的情趣對不對 好好相處之道 還有這個新認識女生 然後講自己的這些笑話出去 我們的影片是真的還 知識含量滿高的 所以要不要訂閱起來 呵呵呵呵呵 最近這個成長很慢欸 好不好 大家訂閱一下吧 好不好 訂閱 拜拜 会社肉依依 Ultra Dash Z3 上手夢天堂